一次意外地相遇,瞬间让俊男靓女的心小落乱撞 殊不知,这个女人即将成为男人的小妈 而秋明之所以会来到这里,完全是一位五太太 她在硕大的五府,已经整整生活了24年 可就在她40岁寿宴那天,她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那就是给丈夫纳妾,之所以会这样做 就是因为她已经受够了丈夫的大男子主义 还有丈夫那种特殊的癖好 于是,她精心挑选了一个乡下姑娘 现在,只有把丈夫交给秋明伺候 她才能过上属于自己的生活 而16岁的秋明,虽然不情愿嫁给如同父亲般的吴老爷 但由于她家境贫寒,为了每天都能吃上饱饭 她只能顺从,少爷封墓反对父亲纳妾 可她在大人眼里就是个小毛孩 不仅没有话语权,还反对父亲质问起和康小姐的婚事 可此时的凤木却不愿意结婚 她也只能眼睁睁看着父亲和秋明拜堂成亲 洞房花烛夜,秋明被吓得瑟瑟发抖 她颤抖地缓缓解开吴老爷的衣服 可下一秒,就被粗鲁的吴老爷强制按在了身下 这晚过后,又多了一个苦命的女人 而秋明也因此迈入了不见天日的深宅大院 她的命运又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如今的凤木看见曾经一见钟情的秋明 也要叫一声二妈 在他们的内心又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凤木本想恳求母亲,放秋明离开 结果却被母亲安排跟洋人安德鲁学习知识 当安德鲁看见吴太太的那一刻 心中瞬间泛起一丝波澜 这两对人的恋情又将会何去何从 对凤木而言,她早已厌倦了父家少爷的生活 可家族的束缚让她有心无力 现在,唯独看天上的星月 才能让她暂时忘记烦恼 闲暇时,吴太太和秋明也来听安德鲁讲课 安德鲁对他们传统的思想观念存有偏见 于是就传授自己的理念 吴太太听后深有感触 她非常向往那样的自由和幸福 凤木和秋明虽然看似平静 但他们的内心早已暗潮汹涌 到了安德鲁生日这天 吴太太为了表示感谢 就特意安排下人给她做了一个忠实蛋糕 这让安德鲁非常感动 可就在这时,她的孤儿院着火了 她没有犹豫,直接冲进火海救人 吴太太看见这一幕 拿起一桶冷水直接浇在了自己身上 然后也跟着冲了进去 经过她和安德鲁的努力 成功解救出被困的孩子 吴太太还把孩子们先安置在了吴家花园 安德鲁心存感激 两个人的心似乎从此刻越走越近 而凤木和秋明似乎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欲望 在一个雨中,二人慢慢靠近 仿佛心与心瞬间交融 虽然这深宅大院能困得住他们的人 但却困不住他们的爱 只可惜,爱情不能共享 吴老爷因此得不到满足 只能跑去找朋友喝花酒寻找快感 就当镇上通电请来西方庆贺时 都不见吴老爷的人影 而此时的吴老爷正被三个美人一起伺候着 别提多快活了 殊不知,他的举动给安德鲁和吴太太创造了机会 由于安德鲁看不懂戏曲梁柱 吴太太就在一旁给他讲梁柱的爱情故事 安德鲁听后十分感动 此时凤木也趁机向秋明表达了爱意 可秋明又何尝不想和凤木在一起呢 只是他现在的处境根本没有自由可言 又怎么能选择自己的爱情呢 看完东方的梁柱 安德鲁又讲起了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这让大家陷入了沉思 为什么爱情故事都是悲剧呢 难道说爱情是罪恶吗 安德鲁反驳道 爱情是人类最美的情感 而他们讨论的话题恰巧被吴老爷听见 他感觉安德鲁正在改变家人的思想 于是果断辞退了安德鲁 害怕孩子们都赶出了吴家大院 随后就命令凤木和康小姐尽快完婚 凤木看着秋明 表明自己根本就不喜欢康小姐 这也是在示意秋明她的真心 就当吴太太用望远镜看星月时 却无意间看见凤木正牵着秋明的手 她这才知道凤木为什么会拒绝这门婚事 于是她质问秋明 为什么和凤木在一起 难道非要搞得这个家鸡犬不宁吗 为了让秋明看清楚事实 吴太太狠狠地给了她一巴掌 让她清楚 来吴家是似乎吴老爷的 而不是吴少爷 这让秋明心里十分委屈 她想结束这一切 她想解脱 于是她询问安德鲁 是不是人死了以后 灵魂就自由了 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秋明有了一个想法 她换好了来时穿的素装 然后悬梁自尽 多亏被及时发现 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可醒来的秋明再次看见吴老爷的脸 让她更加恐惧 因为她连死都无法做主 再待在吴家只会更加痛苦 这让安德鲁都看不下去了 她恳求吴太太放秋明一条活路 可放走了秋明 吴家就会成为别人的笑柄 谁都渴望自由 她自己又何尝不想呢 她在这身宅大院 一待就是24年 谁又给过她自由 安德鲁感觉 就算需要自由 也不要拿别人当垫背 这一番话 狠狠地扎进了吴太太心里 也许是良心发现 吴太太不想让秋明做第二个自己 于是 她和安德鲁一起 将秋明偷偷送走 离别前 还下给了秋明一些大洋 为此 秋明磕头表示感谢 这份恩情 也许只有来世在报 回去的路上 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 两个人措手不及 找地方躲避 可陆太华 吴太太不小心 崴到了脚 安德鲁没有犹豫 一把将她抱起 还贴心地帮她揉脚 可揉着揉着 吴太太再也按捺不住 内心的情感 就和安德鲁 顺其自然地有了 肌腹之亲 他们坚信 大雨过后 一定会有彩虹 大雨过天晴 他们牵着手 一起走在回去的路上 可这一幕 恰巧被风目看见 这顿时 让他们有些不知所措 吴太太 不知该怎么和儿子解释 没想到 凤木根本就不在意这些事 他在乎的是秋明 于是 他找安德鲁 要了秋明的地址 想要遵循内心 去寻找他的爱情 凤木走了 吴家大院 又只剩下了吴太太 还没等他想好 该怎么面对 和安德鲁的爱情时 鬼子的铁蹄 揉连了中华大地 小镇 失去了王日的安宁 众人纷纷逃窜 吴老爷也带着家眷 准备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可吴太太 却不想和他离开 因为安德鲁还在这里 他想勇敢 去追寻自己的爱情 做真正的自己 而此时的安德鲁 为了孩子们 不幸一次身作诱饵 引开鬼子 结果 却死在了鬼子的枪下 当吴太太 再次看见心爱之人时 安德鲁 已经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他永远地离开了 三年过后 吴太太 继承了安德鲁的遗愿 他用一生的经历 照顾那些无家可归的孤儿们 而此时 父母和秋名也参军归来 他们两个友情人 终于可以在一起 长相厮守了 在阳光下 吴太太闭上双眼 仿佛安德鲁回到了她的身边 有人说 爱情是奇迹 会使人脱胎换骨 会让一切的阴霾 刹那消失 会让阳光 比任何时候更为灿烂 不管正在经历着 什么样的生活 爱情会让时间停顿 会让人生得以重新开始 爱是自己的东西 没有什么人 真正值得 倾其所有去爱 所以 不管到什么时候 都要珍惜 身边爱你的人 和你爱的人 感谢您观看本期视频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会访问